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鏡花先生 那今天,年初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有玩Buzzle & Dragon的,就祝你抽到金蛋 沒有玩Buzzle & Dragon,就好快點玩 如果接下來那一年,去順和的話 就祝你買東西有得減 因為有得減就先是老闆 好啦,說那麼多無聊的東西,就祝福大家新年,就試試順利啦 有馬二啦,贏者,K君,阿甘 大家聽到,今集是有嘉賓的 我們今集就是一個,好像很多人都期待了很久 我記得我Facebook那裏Post,也有留言說 哇,期待了很久的系列追出來啦,大家都有一點熱烈的反應 這次就是一個輕小說,戲言系列啦 戲言系列其實也有幾經典的小說 我剛剛查查Wiki,其實是日本的05年元 現在我看了手指計計,大概已經過了八年了 就是現在的錄音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很久很多人認識西偉維新啦 動畫版都是看這個化物語啊,藝物語啊那些東西 認識他的 但其實如果對一些比較看得久的輕小說迷來說 尤其是中文界的人,很多人認識西偉維新是認識一個戲言系列先的 而這個戲言系列,簡單來說就是西偉維新出動作 不過在風格上,其實西偉維新依然故我的 所以如果你某程度上看法物語 你可以想像到是一個沒有排毒版的法物語 一個畫得更加瘋狂的法物語 但是都幾瘋狂的那種 尤其你看回這個故事上的形式 我想大家讀者,有些聽眾去看西偉維新的時候都會想到 西偉維新的風格好像有些角色的素材好像很厲害 它有些角色各方面有些很鮮明的形象 你一下子要記得很深刻的 但我自己最覺得最要歸納到的一件事就是 西偉維新的小說是 角色是越過了一個故事 它是凌駕了一個故事的 它整個製造了一個舞台是凌駕了一個故事的 很簡單講一句就是 你會看一個故事 你對角色的印象 譬如說它有什麼性格 它有什麼特殊的癖好 你會很深刻 但反而這個故事 就反而不是很深刻的 是啊,尤其很深刻的地方就是 看完整部系列如果我要總結的話 就是一個很多角色在混魔亂舞的舞台 賣角色 最主要是賣角色 一個賣角色的故事 其實你看回物語系列也有這種感覺 都是的 但是物語系列我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說 物語系列是比較有故事 比較鮮明 你每一個角色都做了一段自己 例如法物語至少都是這樣 還是法物語還是這樣 應該說 至少法物語還是有一個角色 有一段經歷 有一段故事 但是呢 去到戲原系列 角色那條線不是很鮮明 它通常去到每個故事 去到一個場地 可能是第一集去到一個孤島的旅館 可能是第三集去到一個學園 之後去研究所 然後研究所就塞了所有人 然後就擺了那些特色的人 擺了這個舞台 然後就發生了什麼事 就講一集 沒錯,講話就講話 死就死吧 吃便當吃便當 就是這樣一個故事來的 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 對這個故事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對戲原 那我就覺得啦 其實戲原系列 算是我自己比較早看的一套小說 其實我很少看到一本小說 它是用第一身人 就是 多數是用第一身人稱 來寶牌的 裡面的主角 我 那就是阿依依 或者叫他 阿依依 那算是阿依依 他也有很多名字 那算是 他在黑話 阿依依依 方面是做得很厲害 就是你由第一集 就是看他 去到第十集 其實 阿西美 他自己用了很多品話 去 描寫他 在不同時期 可能一開始 他也是跟著 阿小悠 但後來 他就是為了 找阿小悠 做了很多其他事 嗯 還有 西美 他這個 在出的時候 如果中文版 他就打著 這個 本格推理系列 這一系列出來的 本格系列 他這個 就比較上 本格推理 跟普通的推理不同 就是 他雖然會給很多 的線索 讀者去猜 但到最後 讀者通常都是 你會看到他 很多的線索 你想到那個 就一定是空手 但到最後 那個竟然不是空手 就是 有些 類似 類似 文字 道向 有道理 是猜想那個 空手 但是 線索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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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些像二十世紀少年 那類 例如死了的人 就會是空手 這樣 比較上 偏離一般推理小說 因為推理小說 就是 作者給讀者的資料 一定是真的 但在 棄言系列裡面 他通常給你資料 都是比較 醫軍比較主觀的感覺 到時候 到最後 反而會有 這個 不會 這個就是 我覺得 棄言裡面 吸引人的 一個要點之一 嗯 我想補錯推理小說 那部分 不是只有棄言 或找死者 去到空手 很多 用到難的 都是死者 空手 可以形成後面 一個就是 誰死了那個就是 空手裝死的 另一方面 推理小說 可能就是 用一個 主觀式的描寫 有一個 無病 就會變成 角色看到的 情報 線索 就是誤導讀者 的一個情報 就是 所謂最後的真相 就是要由唐觀者 第三身 說回來 才是一個 完整的空案 其實很多作品 都有類似的情況 推理小說的部分 尤其 嗯 尤其說到本格推理 這方面 其實我自己就 不是很大 去 因為我自己去圖書館 自己的本書來看 《世美為生》 很出名 那我去看看 其實 《世美為生》出道作 就是系列 那本第一本書 就是第一本 拿出參賽 或者是投過的作品 那本書就是 比較正正經經的一本書 我會說 這麼多本戲裡面 最像一本小說的小說 因為你 《世美為生》可以參賽 是啊 它暫時還是很像 因為角色那些 還沒有去到一個地方 去到一個地步 去到角色很凌駕的故事 即使角色形象最鮮明 這個優點在 但未至於是覺得 噢 它經常講角色 不是講故事 就是很正正經經的 一個很典型的本格推理會 會有的場景 一個孤島 一個對外聯絡 完全沒有你出不去的孤島 之後就發生了一些死人事件 是的 死人事件 這裡是 即是一個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西美為生 Claim自己的本格推理 但他做出來的認識 都還是本格推理 但去到結局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當他本格推理 會想扔輸 是的 為什麼你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兇手 是可以這樣 為什麼一件事 可以用一個這麼無恥的 好嗎 即使人這樣說 如果我是很真心 當他是本格推理 那你真是玩我而已 那樣的感覺 因為我聽很多人就說 你這樣做本格推理 那樣的感覺 即是你沒看完結局的時候 你根據一些線索 走去好像金田一那樣 嘗試去猜 究竟發生什麼事 完全會中覆 因為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本格推理的要點 就是在於 他是一個 真是用這個推理為基本 一個謎題為基本 就是說那個作者 和讀者之下的交鋒 就是說作者有給了所有謎題 給了所有線索 大家是資料公平的 你猜到他是謎題的 他從中 但是問題在於是 當你本格推理是用這個 要點的時候 身為為生去寫這本小說 你是掛了你一把 是的 所以很多人 就是說不喜歡 棄言毅烈的原因 就是說 你把資料給我 把很多線索給我 到最後結局 竟然是突然之間 180度轉變 譬如 好像大家以前玩海龜湯 你猜到結局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其實結局反而是 身為喜歡怎樣就怎樣 反而如果那些人接受到 就接受到 很多人反而會覺得 我想那樣東西 又給了那麼多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玩完 反而有一部分人 是極端地討厭 即是不喜歡西美 棄言系列這一篇 那些書 我覺得通常這些人 會對推理作品 是有一種要求的 即是如果他達不到 他自己的要求 就會變相 就會討厭了 棄言系列這本書 所以在極端的人裡面 有很多人都認為 西美這一系列 棄言其實不是推理小說 只是一般普通的小說 就不會讓你猜到結局 尤其我在想 其實去到後面 即是第二集 我看這一個 我搞手浪漫派 人解身格 靈奇人跡 很長的一個名字 去到第二集 那這本書 還是不是推理小說 那一刻第二個想法 因為那時候我開始覺得 有點暴走 我看著這本小說 那時候看 無緣無故 有一個靈奇人跡的人 你叫你靈奇人… sorry 靈奇人跡的人出來 噢 他是一個阿姨的反面 追著那句 人跡少鳥 我沒有笑 他寫字 大家兩個是 一個像鏡子的兩方面 去看一個人 好了 角色的形象很鮮明 那一下就開始 你會看到 整個故事好像跟了人 會走 一個殺人鬼 那時候他在周圍 殺人 有些事件 但問題在於 你在想 其實我還不是推理事件 又不覺得好像有些事 是叫做一些線索 有些 一些很正常的殺人士 機會出現到的東西 給了你 變成就好像跟著角色 一個對話 那你就會覺得很迷惘 那一刻 我看到人式出來 那裡 我就覺得 像是 空前界兩兒式 那種殺人衝動 那種感覺 但就 只不過是把一個 同一個人 劈開了 一邊是 一邊是 他也很典型 那些殺人鬼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第二本 反而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他像是 黑畫 伊君的性格 比較多 因為你見到 他身邊的朋友 即是 毛女子他們 你見到 他是 由一個 可能連女性 都不是很敢 聊天的人 但到最後 他自己在 玩了手指 十隻手指 斷了 哈哈 那 你烈他了 不好意思 不要緊 這裏 劇台無所謂的 我尤其是 你會見到 他應該要做的 他會做 而他不會去放棄 自己的理念 我覺得第二本 是 為了後邊 那幾本 來鋪排 尤其你說得對 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有 棄系這個故事 因為阿姨其實是 一個 自我犧牲的笨蛋 我剛才看到小說 他很喜歡用這個形容詞 老好人 是的 那些老好人 他是很典型的那些 即是那些後宮小說 會出現的那些 自己犧牲自己 然後把所有女兒都吸回來 那些人 不是喔 其實是否應該說 棄言這件事 是什麼 棄言 你現在才說 長老 講了十幾分鐘 不是啊 剛剛 你講起男主角 卡畫的性格 最代表他的性格 就是棄言 那究竟棄言 是什麼 大家認為 看了這幾本 你會覺得 棄言 對於他來說 可能他講一套 他會自己心裡 講了那件事 給其他人 但他心裡 其實是在做另一套 我會覺得他棄言 是講他的性格 他說好像所有事情都無所謂 他是無謂適 他說他 很多事情都不介意 我不在意 我說人類最弱 人類最弱 人類最強的那些 為什麼要找我呢 他說 好像所有事情都是 一派棄言 就算了 但其實他又很矛盾 他又會做很多事情 如果殺人事件 斷死十隻手指 他為了解決了事件 那件事 到之後 可能到之後 他會跟人打 有些故事 又是跟一個殺手去打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些事情 其實他不需要做 但他一個棄言的人類最弱的人 他又會去做 他說的話 是說自己不在意 沒有所謂 但他做出來 是會這樣做 這樣 會不會反而 帶出一種矛盾性 自我矛盾 給他機會 自己掩著良心去做事 這不是自我氣勢笨蛋 還要傲嬌 其實我不想做 但是我會做 是的 正如這個對的 就是很確立 任何性格是一本來的 尤其是看回 第一集的時候 大家都很本格推理 一件簡單殺人事件 都是以故事為主 但是第二集 角色的性格 就很鮮明地出來了 那你 無女子 那個女主角 這一集比較重要的女角色 到阿姨 到人色 那些人 你會看到對話 充飾了整本小說 你會看到 為何有這麼多東西 還有我反而是覺得 我看第二集的時候 我反而是覺得 他這些篇幅 是花了很多 還有 好像 推進得很慢 劇情上面 其實你看到差不多一半 基本上 故事都是 走了一點點 都還在後頭一邊 嗯 看了一半的時候 發覺還在吹水 是的 但是你會發覺 這本書 你從一本開始 就發覺這本書的重點就是吹水 是的 因為三位維新 我們那時候 我們看 這個就是西美維新的戲然 是的 你看花蜜語 我們會很容易說 這套是一個回話劇 什麼叫回話劇 就是兩個角色 或者兩三個角色 凍了在那裡 聊天說話 那就是一套劇 就是最簡單的 可以坐在那裡 當然可以坐在那裡 但是一群人都凍了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 有意思做的 不停說話 對話再對話 沒有的 是的 不過 如果 如果畫蜜語都是比較多 例子 可能一些比較 一些惡搞 搞笑的東西 這套東西就好像有一些 疑似很哲學性 很圓的對話 但是你又不太知道 他講什麼對話 不是 這種不是主角的性格 就是戲原的性格 就是說 他不可以叫做廢話 他講些東西出來 只有他自己明白 觀眾又不明白 其他人又不明白 誰叫做喜歡的 類似 我是有點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男主角 是類似喜歡的 如果你說西美維新是喜歡 最喜歡的極致 還是對他最高的讚美 對 我想說整套小說 是非常喜歡 但他寫得好看 你不要叫寫得好看 應該這樣說 寫得有些好人很喜歡 但是 既然我們剛才講到這樣的情況 究竟 大家 是給什麼吸引來看這本 戲原系列的小說 既然他講到這樣 他的故事好像 不是很OK的時候 對了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掌路被我推了去看這本小說 我想說我錄音之前 那個禮拜 掌路和友馬都分別去看這小說 他們出來 發了訊息給我看的時候 都是說 受不了了 很多對話 諸如此類 其實我只能夠說 因為我說很正常的 想到的結果 因為我跟掌路說 你不喜歡看這小說 對不上電波 都會有很多東西說 不是 其實我看了第一期 已經看了很久了 我已經不太記得 那個故事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完一本故事 你沒有印象的時候 已經是有一個問題 已經有一個問題 那麼我開始 最近幾天接觸回第二期 說前幾篇 進度真的很慢 但是又描寫了很多 好像沒有什麼用的資料 在這裡 就變成很難受 你獨立當他是一本 推理小說 隨便拿一集出來看 其實你可以就這樣看完一本 收回來也可以 你可以當就這樣 普通推理小說 可以 但是不能不說 就是有些設定 他埋了一些復筆 之後他不說 那一刻才會死 其實他也不說 所以你為什麼會追 可能由第一本看完 可能有些人 一開始不知道 其實有分 才有次序 有些人 我真的一開始 我不知道有分 才有次序 我是之後 我飛了第二本 那陣子 我是直接看了第四本 之後才上網 我還要看第四本 你是完全不明白 最難頂的那本 最難頂的那本 就是我難頂的意思 就是最難去吃完那本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就這樣看完第四本 再追回之前的那些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有的 我覺得 你會脫掉 你會追回 我看回第二本 然後你又叫我去第三本 但是你不會飛回四五本 你會再看多次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錯過那些東西 你會故意重看 始終角色的性格 就是一些人物 一直一直帶出來的 還有他的世界觀都很大 分了幾個 幾個表世界 三層 對我來說 西美維新的吸引力 不過我要先說西美維新 是一個怎樣的作家 他是一個非常喜歡的作家 剛才有同一句 就是怎樣這樣說呢 就是他 為什麼他這個寫作的方式 是有程度上 你想回自己 一開始 你那些最一開始 那些作家的自我 很有型的寫法 就是那些 角色 就是那些設定 就是多到爆的 我喜歡寫很多設定 那些名字都很型 那樣 四個字的 永遠這些名字都是要 有句話 後面最有句話 是對還是錯的英文 英文在後面 其實沒什麼解釋分別 就是裡面有很多設定 剛剛講到 可能是 表世界 雷世界 殺人家族 那裡有一些 可能是零其家的 就是那些 另一些 有很多不同殺手的名字 那去到那些角色 又有自己的名字 可能是這個 人間失格 人女追蹤 什麼鬼 紅色成包人 那些 那些似乎是類似 一個稱號 那樣的東西 但重點是 他很喜歡寫很多這些東西 你看到整本書 是充積著這些東西 我會用這個形容詞 是充積著這些東西 現在是 他是佈滿著這些設定的時候 他是很隨心所欲的 西美 是放了很多這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說 當然 可以說 很多時候有些人批評 一些很低手的作家 就是說 很多設定都是自說自話的 很多東西都是他自己說 就算自己覺得 開心就行了 沒有理過讀者的感受 而西美 我只能說 很有趣的作家 天不天才 這也很難說 我會說 有些東西 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一些 這麼集亂無章的東西 一些這麼角色 去到故事 好像很明顯 只是想給一些角色 出來在舞台上玩的小說 就是很超越 我們一般的閱讀體驗 那樣東西 但是他 吸引你的對方 就是在於 你喜歡的人 真的會很喜歡 這個好像很廢話 不過 但是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他會說 很對電波 尤其是西美維新 那些角色 那些對話 你很圓的時候 但你又會覺得 瓶瓶有味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很自然 即是喜歡得 戲然系列的 你會直接看其他作品 都會OK 是啊 尤其是看戲然的時候 我想他一個 很少就聽 很少聽人說過 我喜歡物語系列 但我極度討厭戲然系列 就很少 沒有的 西美是一個作家 你喜歡就喜歡 討厭就討厭 只是戲然系列 比較更加去到極端的位置 而我會說 物語系列 已經是一個 改變得比較好的 一個 比較容易入口的小說 還有他寫的文路 都沒有去到極端 但戲然是很極端的 我會這樣說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 反而選物語系列 走去動畫化 當然啦 也會比較容易動畫化 我覺得 對 是 沒錯 沒有對白的 即是一套動畫 30分鐘 可能有15分鐘 只是阿姨君在想 15分鐘不就少了一點 多一點 有15分鐘 我以為整集都會是他想 15分鐘就兩個坐在那裡聊天 15分鐘就是他跟人家說話 很難動畫化 對 可能整幕的場景就是在研究所跟那個人說話 可以走15分鐘的圈 他們兩個人 Face在那裡的第一集 那些都算好 至少有很多人一起在那裡聊天 只有兩個人 對 只有兩個人在那裡聊天 說了整集 問你死了 但我會說 老實說 《生日為生》那個小說 你是很難記得裡面的野狗 有很多對話 甚至是角色性格 雖然很鮮明 但實際有很多角色 我會這樣說 你只是不記得角色 還是不記得劇情上的 不記得劇情上的 尤其當你去到劇情上 可能那個故事的條線 你還記得它說什麼 但裡面的對話 其實你會記不記得呢 我個人就不記得了 至少我個人就 但裡面的角色 因為形狀很鮮明 可能你就算 因為很多角色 可能你不會記起所有角色 或者你只是記自己喜歡的角色 但你可能隨便都記到SD 可能說那個很型的紅色承包 你很喜歡 可能下人色 可能下人色 我記得 有些人很喜歡軍師 這樣 無緣無故被人死了 那些 軍師這個就是 西美它是量了一個 就是量了一個世界觀出來 之後 不斷出現 例如戲弦系列 人間系列 全部都是同一個世界觀 例如你會看到 好 軍師突然之間被人被秒殺 對 之後 可以 例如你 看回其他 不用看其他 最後發現 原來 西東天 完全覺得 軍師 是很有天分的 世界唯一 他的頭腦 是天才來的 但你 早幾本發現 一聲被人被秒殺 對 你這個 你這個 比較上是 他很喜歡用一些 戲弦系列出來 但是 出來比較上是 流羅的角色 但是會在 其他的系列 之後補完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 很厲害的人 但是殺他那個 更加厲害 你知道 殺那個西美 其實可以這麼說 當你去到後期的時候 無緣無故可以 一個角色無緣無故 在地鐵站 車站那裡 我兩個殺手 一個頭砍出來 我殺了他 然後你說 蛤? 死了的了? 是啊 死了的了 那時候 因為我會說兩件事 第一點 就是 很多時候 戲弦讀者 很搞笑 一個角色死了 才是他生殖發揮的地方 因為之後 你看人間系列 就會出來 所以 首先 有一個戲弦系列 還有一個新型系列 就是人間系列 人間系列 就是說 零奇殺人鬼 那堆人 家族 其實都是叫做 那個家族那裡 發生一些事 那我沒有看完 那邊就 但是你那邊 就會有很多 叫做外傳的東西 就可以看到很多角色 發揮的機會 得出的機會 然後呢 我經常都會說 西美這個 戲弦系列的小說 是一個很舞台的小說 就是因為 程度上他又很 專橫霸道地 是覺得 有些角色是要死就死的 尤其當你 我那時候 看第三集 看元良高校那集 喔 很厲害喔 軍師說到 很有吸引力 那個角色好像很棒 他就派過一個 琴賢師 跟你殺了他 已經秒殺了 那一刻 就無緣無故死了 但是他很多角色 都是這樣的 他派變黨 好像很普普價值 但是他問題在 因為他又好像 你會想起 任何很需要的角色 他絕對是派變黨 才是他的目的 那你喜歡那個角色 你死了的時候 會覺得O了 心痛了 目的已經達到了 其實西美 我覺得他是想表現 他的世界觀是大 所以才用 用其他 即是不同界別的人 來派變黨 來令人注意 他的世界觀 其實是有多大 好像 你去到後來 一機 又走了 你會見到 他用一機的死 然後他帶回 下面的兩本 即是帶回歐公 他們出來 那你不是有人死 你不會了解到 歐公那邊的情況 是怎樣的 對 尤其是一機死 就是一二 所以無緣無故 爆了一張 死了 那就死了 那就死了 但明明賠了很多集 是啊 那就無緣無故死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西美想 即是他的劇情想去下一部 即是不想再在 即是伊君不想 不想收後宮 繼續 越來越多人跟著他 要死金點 不是他幸好是小說家 如果是漫畫家 我就說 這個角色很難畫 所以我殺了他 可能他也覺得這個角色很難寫 所以殺了他 很難說的 不過我真的不得不說他 就是很多西美鋪了出來的設定 還有他的劇情很苦頭蛇尾 有時候是用不到的 不知為何會看到有些東西 是啊 尤其那些設定分了三個世界 有一個表世界 有一個暴力的世界 政治力的世界 財力的世界 以世界觀 我看Micky的 我不太記得消息在哪個位置提過 Anyway 第一本 第一本有講過 原來是 第一本有講過 原來是 第一本有講過 我都不記得了 第一本有講過 第一本有講過 五神一鏡的 那些 虧你記得這些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了那些設定名字 西美出了一本設定集 他說他有十萬字的 去設定 那本真的 我之前在日本書府見過 他整本是封實了 他不讓你看 有鎖的 有鎖的 他不讓你看 整本東西是 他是不是用一張紙封住 我看的時候是 用一張紙包著 整本東西 內頁是揭不開的 夠不有 所以 他一開始的設計 他是不讓你看 他特意這樣設計 不過文庫沒有了他的設計 不過anyway 我會講很多設定 例如我看到政治力的世界 他那裡講 就是那些 狗豬的集團 狗圖 狗圖 我經常都不懂得讀那個字 anyway 狗圖集團 藍色頭髮的那個女生 他那個地方 他那個 那個政治的世界 其實那是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 我focus下去 其實就是 寫了很多殺手的東西 但是那些殺手的東西 有很多家族 很主要令其比較多 然後其他那些 勾工那些多些 又有些人出來 但他就是發揮了那個位 他很多設定 其實就是沒有用到 其他地方就是 而以後 最反桌就是 其實令到我就是 講到最後一個故事 我跳到那裡 這樣 現在是西冬天出來 這樣 這樣 他這個令到世界完結 這樣 我不會很記得 他的名詞叫什麼 總之他令到世界 叫做 圓結 這樣 他是說 他世界有一個終點 就用了這個 橙色種子 想像真心他 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世界是怎樣完結 因為想像真心 他好像說得很厲害 他有些是天才少女 他有些打敗很厲害 那種之類 完美的 但其實他又令到整件事 怎樣做出來 可以令到世界完結了呢 那我也是不知道的 去到結尾之後 我也是 我也是不知道整件事 在做什麼 究竟西冬天是想想什麼 我也是不知道的 那 然後阿姨 阿姨 阿姨跟 藍色頭髮那個女生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狗圖友 對 對不起我不會讀那個字 狗圖友和阿姨 中間那個關係 他們經常說 我以前有一件事 令狗圖友同志 有個傷害 他連 路都行不到 要阿姨陪他 兩個去了那個關係 但那件事當然是什麼事呢 說了很久很久很久 去到好像一個復筆 去到最後是沒有說 那件事發生什麼事的 那一刻你也會想扔輸的 他已經忘記了 西米是完全不打算收尾 那就完了 那為什麼呢 那一刻你就是很 令到你覺得 無奈的地方就是 西米的故事 是真的那個故事 真的放了在那裡就算 那個感覺 尤其當你整條線 是不停在那裡 吹 那個故事 引了很多角色出來 那一下 但那個故事本身是沒有收尾 那就完了 即是變成 推理好像就變成 他擺了很多伏筆 但他又不解釋給你聽 這樣 最糟糕就是 其實後面也不是推理的 不是 以推理作品而言 就變成 擺了很多伏筆 當然在輕小說那裡 就是那些不是叫伏筆 譬如說 放了一條線在那裡 但他又沒有說回那條線 嗯 其實有點邪氣就是這樣 他放了很多東西出來 給你 我 展示給你 他有很多東西在手上的 但他不說 或者你以為他會說的話 他又真的不說給你聽 有時反而是讀小說的 就是 我為什麼要追下去 就是因為你有這些線 我想看回結果 究竟是什麼 嗯 他出到最後一期了 你都沒有解釋過 不是好像 那個讀者 不是覺得你好像在騙著他 反而反而 反而反過來 因為西美他很多 就是很多設定 因為他是 除了氣然系列 還有出其他系列 人間 他反而想會 在其他系列裏 補完氣然系列 沒有說過的東西 但是 有些時候 他可能 未補完 即是 你在氣然中 找不到 反而可能他 或者之後 大家都期待他 可能會出 新篇 新系列 這樣 反而這件事 就會迫到讀者 去追他 追他 這一系列的書 嗯 尤其是這些商法 都現在很多 很流行的 噢 那天不說 就是出外傳 再騙到你一筆 那樣 他也在出外傳人 自己的故事 他說出 但是好像寫了很久都沒有寫 他在雜誌連載了幾篇 但是停了 外傳人失敗 是啊 外傳人失敗 但其實他已經不停寫了 蜜語系列 那些東西 這樣 沒錯 其他系列 其實日本也不是沒有的 他那時候有出文庫版 那時候吃著 蜜語系列 那樣 就出口文庫版 又賺了一筆 但是 叫做 人間是你都叫做完祖的 其實我印象到 人間 是日本那邊 對 叫做完祖的 他那裡的小說 那個故事 其實也是交代 令旗 那邊 你會見到有些新角色出來 還有你會見到 好像有本 可能又提回 本身的任物 一些舊的歷史 因為他那本 多數是說 零期三兄弟那邊 那邊 可能是說 跟阿邱邱有關係 他又穿插一下 就是給大家了解多一點 但是又 好像沒有什麼用 其實是沒有什麼 你不要想著 在這裡可以解通 究竟阿伊 和那個小女孩 那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會的 他在西冬天 是不會再出來的 看不到他上西方的跡象 對 那十二階梯也是 那一刻 劈了十二階梯 那十二階梯也不知道 十三階梯 十三階梯 西冬很喜歡十三 十三 你會見到很多小說 都有十三 例如 黑神 十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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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個人 全部都很喜歡十三 十三這個字 是不祥數字 所以 用得比較有型 用得比較喜歡 沒錯 大家都喜歡 喜歡 沒錯 我反而想作為一個收尾 我想問一問各位 有沒有一個角色特別喜歡呢 始終我們剛才說 好像是一個角色導向小說來的 一個舞台凌駕了劇情的小說來的 那麼 角色方面 明顯大家今天要點是什麼 如果不是大家燒太書 如果不是看完最初一集已經 其實大家去到後期都覺得劇情無所謂 有些喜歡的角色在那裡 不停走不停走 就會很喜歡 我想對我來說 我自己都是比較喜歡 其實我都很大腦 很喜歡的角色 我想都是叫做 愛泉潤 其實他都很無敵的角色來的 其實是一個 金手指的存在 什麼都打得死 他都挺型的 我做得很喜歡 他有一種很強勢的感覺 還有 那種 英雄式化身的感覺 那種鮮明的對比之下 是挺有型的 我都挺喜歡的 或者是 人色我都記得挺好的 挺有趣的角色 中間的對話 他有些性格的特別位 這些都是 不如是大陸的選擇 我知道大家還有什麼角色 最有喜歡 我就是在公寓裏面 崩子小妹妹 即是轉型的紅色 開頭是 開頭是 開頭是一隻很乖的小羅莉 去到最後 原來是 他的名字暗口又排殺之名 原來懂殺人的 之後又變成 衣軍的 士叢 這個轉變 對我來說 挺OK的 不是OK 這叫享受 你有沒有 柔弱的笑容 在說話 那一刻的衝擊力 真的挺高的 因為角色完全變了樣子 那一刻 挺好看的 我自己 其實很貪心 很多個都喜歡 正常 那就是男人 但是 你沒有他們的話 那個故事不會去到 就像十三階梯一樣 就算他只是出來一頁 下一頁就說他死了 被車車死了 有一頁跟衣軍說完幾句話 之後他下次出場就說他死了 我記得真的很好笑 我記得那時候笑了 其實你整個故事 那麼多人馬 其實個個都有他的作用 那我就特別喜歡的話 大陸一點 都是衣軍會比較喜歡 始終看著他 又第一集 慢慢去到 就是為了小優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又不說出來 嗯 還有 你說零期那邊 大哥都比較 就是有人間那邊 大哥就比較喜歡 他為了家族 什麼都願意做 嗯 這個羅利向大哥 看了第一集 那把 就是用剪刀那個 最記得是第一集又死了 那個人 每空大公 是啊 為了妹妹而死 是啊 那一下又被人殺了 令我無奈 是啊 這樣既然系列是一個 剛剛都說了 大家都是一個角色的小說 很多東西都是一樣 如果自認是喜歡的話 都可以接觸一下這本小說 我覺得接觸一下 沒什麼所謂 不過你不要從第一集的東西 觀感看完 第一集已經受不了 就不用看下去 第一集覺得還OK 就試試第二集 第二集就接受到 那你可以看下去 這部東西 最辛苦是第二集 其實是 在床上看 看完就扔書 扔到床上 就好了 不要扔到床上 其實可以在圖書館借的 我想說 一圖書館是硬書皮的關係 所以是不怕扔爛的 其實有人和我一樣 看第一本的時候 其實有人和我一樣 邰村潤一開始是個男 來的 沒有 我也是 是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 邰村潤是個男 男的也好 因為邰村是男的 蛤? 不是 他是叫他做邰村大師 那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你是不知道他是一個男 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 那證明自己沒有看彩圖 就是沒有看裡面的圖 其實大師可以說女人的問題 不是 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有這種感覺 是男的感覺 因為 那時候 我買了一本漫畫叫做 Dear Boys 那個邰村都是男人 可能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覺得 男人來掛股 好像說到很厲害 什麼都能解決到 正常 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 他是男 他是一個超人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男 沒有 有一個形象 他那一下感覺 好像是 一個人在那裡 有一個故事都不停說 但是還沒出場 出場那一刻 就會很鮮明 覺得那個人就是這樣 那你可能有很多想像在裡面 我沒有想到男女 不過我覺得最需要說 就是剛剛你說到 這一本書 尖端出這一本 情言系列 首先我想說 這個絕對是一個 聖書讀者的血淚史 也有這麼多讀者憎恨 這個尖端的起因 首先 如果你買這一本小說 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那個設計 叫高書腰 什麼叫高書腰 就是你拿那個封面法 你會發現 為什麼那個封面其實是一個書腰 來的 你拔了那個封面 對 拔了那個書腰之後 你會發現是一個完全得純色的 一些圖案 那樣的東西 那個角色那個樣子 就是你現在看封面那裡 看到的東西 是一個書腰來的 那我是不太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的設計 對他最開始的時候 好像是不知道版權 談不到 一開始的東西 對 不清楚 那這樣也算了 是收藏比較麻煩 而且你扔書的時候 會扔爛了那個書腰 那你真的哭了 所以最重要是扔到床上 ok 然後繼續出書的時候 好了 然後 一來這本書 我寫了很多譯者 而且你會發現是搞錯的 你首先看回 如果你看回這本小說的第一集 是講這個 藍色學者與這個 氣嫌玩家 氣嫌跟班 一開始的時候 對了 其實你會發現 為什麼在一集的時候 是藍色學者與氣嫌玩家 其實是譯錯了 因為一開始 很簡單就是這樣說 因為它現在看回 你日文的名字 其實它是想特意 吃回那個字 就是叫做第一期 和最後一期 就看了一個名字 但是 那當然可以說 本身是網民自由系 其實是在這裡 但是問題在這裡 如果你們兩個 翻譯是不一樣的 就會有點奇怪 整件事變了 不過這算是小事來的 最令各位讀者吹脹的一幕 就是 第六集 食人魔法那一集 那一集 你會見到 如果買尖端版 你會見到 兩本薄薄的 上下集 這樣 那你都不太遺疑 因為 氣嫌是一向 有時候有時候薄的 那你都會覺得 有時候出兩本薄的 都很正常 但是你看回日本版 日本版一集 對了 那尖端那時候的說字 好像我記得 印象中是說 一人雙封面的 日本是 那你可以出兩個封面 那二來就是 反而很慢的 那我也OK的 因為氣嫌難譯 我也知道 那但是呢 那你出兩本書 某程度上 是變了 是壓了錢 那你翻譯得慢的時候 那為什麼 你不是 還要繼續出一本書 然後變成兩本 這樣出來買呢 那是不是有些騙錢呢 這件事情 那價錢 是不是兩本 兩倍價錢 那我現在呢 就拿了 一手上面 一個 蛇人魔法的上下集 哇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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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齊人式呢,就講90元的 那75乘以2就拼了90元呢? 那就...well? 是啊 就這樣看厚度來講 那150元是比較厚一點的 可能是啦 但問題就是他本身一本 是應該那個厚度出到一個和 90元貴一點點的時候 變成兩本書那一刻你就會有點無奈 你明白,封面是彩圖 要過膠,要壓人 要運行,要分身 要印刷,要排發 看兩本獨立的書呢 用兩本代替代替是很正常的 計算通脹就差不多了 嘩,這本書你真的見證到通脹 這本系列 最後那本很便宜 但最後那本明明口度差不多 但貴了差不多一倍 很正常,你明白嗎? 第一本便宜一點,讓你掉下肚子 你玩的時候你不可以斷,你不可以斷 最後那三本是很貴的 食人魔法之後都算了 然後第二個出問題 就是在這個 啊不,這個是成魔法之前 這個絕妙邏輯下 石院小輩那一集 那一集是第五集 那一集如果你現在再買 你會看到尖端出版下面 是多了一粒升在下面 我現在買的那本也是升的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這一個是收成版 因為之前出的那一集 它是漏印了十幾頁 或者是印錯很多字 買了回來之後中了服 尖端不是第一日飯的錯 尖端這些錯不是第一次飯 也不是第一次飯 你可以包著它之後寄回台灣 寄回本身 對,它是寄回台灣 如果在香港買的那一刻就很慘 不過台灣就好一點 不過尖端那時候 至少那一期 我現在少留意尖端 那一期出名就是兩樣東西 即是貴,質素差 對,質素差也算 有些翻譯都OK 但有些特別差 你不要錯,質素差也算 即是質素差也算 意思是你翻譯那些有些很難說 還有輕少說 你有些東西很難說 有些翻譯得好的 不可以一折二折 所以都翻得很差 但問題是它經常犯這些印刷錯誤 我看著這本升的 我幸好沒有買到 我是差點買了 幸好看清楚的時候 要不然我就要寄回台灣換 那好啦 到最後那一刻你才辛苦 因為如果有追 既然系列的人都會有印象 就是完全過激那三集 是出得很慢的 是一年出一本 我記得幾乎一年出一本 你看看沒有S 沒有狗什麼 喂 有一段軟氣 問題在於是 狗S是作者寫得慢 看完 是啊 狗S是作者寫得慢 但這本是 那時候是2005年寫完 2005年寫完 2005年寫完 但問題在於是 日本出了那麼久 但台灣版那麼久 都是不是越遠 翻譯上慢 而不是作者拖 沒錯 問題是翻譯那邊 嗯 沒錯 會不會可能有個考慮就是 那些什麼版權傾不成 那些什麼 他經常說版權傾不成 反權傾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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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尖端 那個完全過激 完全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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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見證著 這個尖端的輕少 價格通脹歷史 我現在看著 上中下三本 每一本的定價都是一百三十五元 是的 一本輕小說 後代有多少 我看一下 大概四百五十頁 對 四百五十頁 我想平均離開四百五十頁 四百六十頁 我拿著這一本 一本一百三十五 一本四百六十頁的小說 一百三十五元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近來郭川出了一本 Horizond 是的 Horizond 即綜合的年代記 那本 突死人的字典 割出了多少呢 如果看一看尖端又賣多少呢 你就明白了 整件事是你的 多麼無奈 好啦 很幸運地 最後尖端都是平安無事 出現了的戲弦系列 這個已經令到所有讀者都求神擺佛 已經很安心的一件事 但是他人間還沒出完 人間還沒出完 日本是完了的 人間什麼時候出完 我不知道 不過他都 我相信是動手術資源去出物語系列 多於出人間系列 我相信 不過這樣 如果你是對這個物語系列很有興趣 對這個作家很有興趣 不妨我也是可以看這個戲弦系列 那你是會認識到一個不一樣的西米維新 就是比較喜歡西米維新 你會發覺這個戲弦系列 這個物語系列 那些對話已經算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去見識一下那個西米維新 你會有一個不同的體驗 是的 尤其 未必你完全記得所有的東西 但那一刻你很享受人 就會看到很開心 就是這樣 是的 好啦 那觀眾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我想說 如果大家 推理接受不了的 例如你想看多些戰鬥的打鬥 可以轉去看人間系列 對 因為人間系列裡面的人都有在戲弦系列交錯 但是戰鬥那邊都比較多 還有故事都會跟著戲弦那邊的前線走 所以其實可以 譬如覺得很多字就頂不住 不想想事情 可以先看了人間系列那邊 嗯 是的 那 我們這集應該差不多了 我想介紹都差不多了 雖然沒有看過這條小說 但我可以回答你 電波小說就是這樣 我看完這條小說 沒錯 謝謝 沒錯 那戲弦系列今天的介紹都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